這兩天呢 最火紅的字就是 校正回歸 昨天有四百例 今天一百七十例 這個校正回歸 很多人聽到說 都有點傻住 到底什麼是校正回歸 我們來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 本身呢 他也是有醫師的專業背景 他也忍不住開酸了 他說第一次聽到 他也不知道中央到底是怎麼算的 帶你來看 我也是昨天才第一次聽到你知道 不然就請中央公布 你們校正回歸到底是什麼計算 我開開眼界 聽到你們怎麼做 那過去我們PCR是在這個 每個醫院你知道 按照他們跟那個中央指定的合格的檢驗所 像有的 如果是醫學中心 他們自己都有自備的實驗室 那比較小的醫院他如果沒有在PCR 他會找那個中央指定的這種 實驗室你知道 去簽約 所以 坦白講 一開始本來量很少 你想想過去我們每天最多一個兩個 甚至有很長的時間都加零 所以做PCR那個 capacity 那量 我坦白講他不高 但是我相信在這幾天 你知道 所有的人員開始加班 不過也不可廢言的 你知道 在這個禮拜 減體的量突然增加太多了 所以你現在問我說 倒立 台北市現在PCR一天可以做幾個 這真的我要再問一問 因為要沒有人去把每個醫院的這種 能量去把它加重你知道 不過我想 應該現在不低了 超過幾千應該是有的 好 看到今天呢 大家看到這個校正回歸 不只是柯市長 他說呢 不要再用創造新的名詞 來下人民了 好 大家看到這個疫情 真的已經是很恐慌了 現在還出現所謂校正回歸 還有呢 侯市長也說了 看了新聞才知道有所謂的校正回歸 他說關鍵是中央系統塞車 所以他認為要趕快來合作 才不會有這個延誤通報的時間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因為我們的陳時中部長他說 地方塞車導致的 所以要來簡化通報流程 其實在昨天校正回歸之後呢 在今天不斷大家就會先來問說 今天會不會也有校正回歸 王醫師 這個校正回歸啊 因為我們的柯市長啊 他是小我三屆的學弟 所以說啊 我們兩個念的書差不多啦 所以他沒聽過我也沒聽過 我們那個時候教科書 沒有這個東西啦 那校正回歸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源於我們的制度 我們知道地方你通報了病例以後 必須要中央核准 中央審核 然後才能夠公佈 好 那中央因為很多的原因 他沒辦法即時審核 打個比方來講 他如果這個檢驗塞車 檢驗量能不夠 他就沒有辦法 通報了他沒有辦法做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也可能是地方 因為我們篩查的那個什麼程序 不過完備 他就 他就給他掛在那裡了 你還算完備 我就不能夠核定啊 不能夠核定啊 不能夠核定就不能夠公佈 好 那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以前就有出現 那今年是特別嚴重 今天特別嚴重 因為那個PCR的程序 就很複雜嘛 也可能弄不了 那剛好他又設計了一個 非常複雜的一個通報程序 常常會偶爾點錯 他就給你掛在那個地方 好 那這個他給你 後來他在清的時候 在選個黃道吉日 把他整個清出去 就是我們禮拜六看到那個什麼 校正回歸一大堆就出去了 有一次四百個出來 對對對 這個就是他的選的黃道吉日 選得出來了 那這樣子有什麼毛病呢 我們校正回歸 在我們的制度下 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他隔了那麼久 再去校正回歸 一批校正回歸出去 這個就會造成什麼 我們那個 因為地方的工作 所有的防疫的工作 必須要等你中央核定公佈 我才能開始 這才合法 因為我們確定兵力 才可以開始做任何的動作 那這時間差 對 時間就差了很多了以後 就麻煩了 那加上他一批才合定 那就麻煩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解決的方案怎麼辦呢 兩個辦法 第一個 拜託你 你要校正回歸可以 及早校定 及早回歸 可以嗎 你就今天我真的沒辦法 那你就是 你看到地方可能有報 不是報得很好 報得是不完備 地方絕對不會跟你延遲通報的 延遲通報他要受罰的 他如果真正認為是地方通報有問題 他昨天四百張罰單就開出去 你開玩笑怎麼可以 這個是嚴格規定的 所以地方絕對不會延遲 延遲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會變成 那個校正回歸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地方絕對沒有錯 是中央給你延遲 延遲了以後 再過來的話 你可以延的話 延一天就好了 或者是說你因為地方通報的 程序有點問題 程序有點問題的話 你可以趕快跟他講 你有問題你給我改嘛 趕快改善 他就不給你改 一直弄到一堆再給你弄下去 這個你說錯是誰 當然是中央嘛 所以說我第一個改善就是 及早校正 及早回歸 再來一個就是什麼 我們之所以會這個問題 都是PCR的錯啦 因為PCR基本上 你量大不起來嘛 這很麻煩嘛 你除了改善你的那個什麼 通報流程以外 你PCR你就沒辦法改 PCR怎麼改 簡單啊 用快篩 用PCR來取 用快篩取代PCR 這個整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校正回歸的 基本上就可以整個都解決掉 所以從這兩個方向下手 你在還沒有PCR取代之前 拜託 及早校正及早回歸 我們時間給你限 就在那一天兩天 你不要過 就等著看地方的笑話 你看看你就是不對 我就是不跟你講 五天再跟你講 讓老百姓笑死你 其實笑的人 不是地方 是中央 所以很多老百姓說 為什麼要選在這個週末 好像是週末假期 選了一個所謂的 黃稻集團公佈 現在在網路上 民調更是一面的 我們可以看到 完全不認同 所謂這個校正回歸 有72% 不太認同10% 非常認同 非常認同 還是有7.7% 這個也是讓大家覺得 蠻特別的 好這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所謂這個校正回歸 我們剛剛提到 很多說 為什麼要在禮拜六 禮拜天 這上個禮拜怎麼都沒有 出現這樣的情形 那明天呢 未來這個禮拜呢 四楊哥 我看每一天可能 都有校正回歸的情況 因為這也許第一天 最大量 昨天把它報了400多例 400多例 今天大概報了一個 接近170幾例 170幾例 那所以其實過去 其實都有塞這個情況 那我認為 其實早點講就好了嘛 第一個 你說你這個在 本身在說公布之前 讓地方有一個心理準備 所以說你的這個量 我沒辦法即時的篩檢完 沒辦法完全確認 那我會哪一天 幫他做一個一次性的 來提報 那不要去回歸到 那個每一次 弄在每個地方 那有些網友圖說 你回歸到我們 這個過去六天 平均分配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這個趨勢 是緩降 疫情是緩的 那大家有個錯覺說 我們疫情好像 要受到控制 然後中央政府 領導的疫情控制 又好棒棒 試圖要做這樣的政治操作 那更可惡的是 昨天這樣出來之後 馬上甩鍋給地方衛生局 說地方衛生局是緩爆 地方衛生局這個 檢疫能量低 這個速度效率慢 企圖是甩鍋 那後來這個很多的網友 後來才把很多的這個 流程踩出來 地方只是通報 那真正的要核定的是 中央來做核定 就像我們這邊有六個 有六個部分 通通是由中央來控管核定的 對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醫院每日採檢 採檢 採檢完之後呢 這醫院會把個資 漸入傳染病通報系統 接著再把檢體送到 中央指定實驗室 等待結果出爐 到衛福部機關署研判 編暗號之後 指揮中心來公布 所以這是一個中央控管 是 而且很多醫院 他在報的時候 直接跟CDC報 他並不需要透過 雙北的衛生局 地方衛生局 他並不需要通過 所以其實地方衛生局 他後面是受到CDC的告訴你說 我今天雙北 其他每個縣市是增加了多少 他是因為他處在一個被動的位置 所以你叫他快 他本身能量就這麼多 也快不起來 也快不起來 那你說他要用其他的方式 那其他方式也要經過你CDC核准 那在其他很多的國家 但基本上用快篩來決定 那困医的PCR的採檢程序很長 然後呢 基本上快篩的 目前的準確度 那95%以上的準確率 基本上都可以準確 可以準確運測到 這個測試的結果是如何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 你快篩過了之後 基本上就去進入一些 後續的 比如說治療 或是隔離觀察等等 因為就是要搶時間 對 要搶時間 我們就跟死神拔河 跟社區的這個防疫功能來拔河 但是你後面又拖得露露等的程序 連陳時中都說 我們的行政程序太多 我還是一樣的疑問 這不是今天才發生 過去一年半 都可能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難道過去都沒有出現 篩檢不及 然後這地方 那時候高雄 不是盤石建出來嗎 有四十幾個人 後來做到篩檢 難道四十幾個 都是一天之內做完了嗎 我相信有經驗狀況 大家都會有很多的懷疑 所以那個時候 會不會就出現了 這回歸的情況 所以大家還是回到重量疑問 過去一年半 我們的中央疫情指揮東芯 到底在做了什麼 快篩的能量足不足 程序完備夠不夠 能不能及時掌握 我們的效率速度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些疑問 都不是用網軍 然後昨天出來之後 又企圖去甩鍋給雙北 雙北這個兩個地方的市長 企圖把這政治責任 拖給其他人 我覺得最可惡 最惡劣就在這個地方 不過現在很多民眾針對 我們所謂的校正回歸 認為說這就是蓋牌 說謊雙標 不過其實裝甩鍋 也讓大家不那麼意外 師長你可以看到 我直接講他們心態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突然公佈是721 他覺得說721突然標很高 對不對 不行這樣 不行不能讓數字標那麼高 那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對我們防疫中心 又開始質疑他 所以呢 就像剛剛師剛跟王醫師講的 如果說校正回歸存在 請問你是現在才存在的嗎 當然不是嘛 他已經存在了很久了嘛 那為什麼現在出來這個校正回歸 疫情爆發你才出來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第一個就是 你想要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疫情的走勢 你看他出來一直強調走勢下降 他透過校正回歸的用意是什麼 告訴你說疫情在往下走 我們有控制 對我們有控制到 可是大家這樣做的時候 就出現很好笑的事情 那以前的拆檢到底怎麼做的 事實上你會發現 其實你每次也就是 你每次公佈 也就是你今天PCR做完以後 才公佈的嘛 你過去的做法不都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到這邊突然出現一個 校正回歸 這第一個大家的問號嘛 所以第二個就是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政府很抱歉 因為真的我們的政府 就是剩下一張嘴巴 很會講 什麼都很會拗 對不對 就像停電一樣 他跟你一直拗 拗要嘛就是水情不佳 要嘛就是所謂的那個電網問題 要嘛就是人為事故 對不對 就是沒缺電 就是沒缺電 他一定要強調他沒缺電 但是你家就沒電 就這樣子 你家沒電不是缺電 你家沒電是因為別的問題 但不是因為缺電 同樣的 當你大家發現今天這個問題 第一個可責性在於說 因為你過去說謊太多 所以很多第一件事 跳出來就火大了嘛 為什麼火大 因為照你的邏輯 就很多事就很好笑 網路上真的到處都是梗圖 梗圖 每個人連發 對連發 每個人創意多到 你真是 你真是應接不暇 對 像有人拿那個錄鼎記 電影那個周星馳的那個台詞 就很傳神啊 就是多榮跟韋小寶嘛 那韋小寶要去抄敗拜的家 對不對 然後多榮要清點 韋拜家的家產啊 韋小寶就說 到底有多少 有紀錄的多少 結果他就說 多人就說721 我說有紀錄的 有紀錄的 然後看一看321 也就是說 你變數字這件事情 完全你政府去說的時候 你請問大家公信力在哪個地方呢 所以 校正回歸出來真的是炸鍋啦 那更可惡的是什麼 炸鍋之後 你看陳時中的說法 他直接又推給地方 是地方塞車導致的 我跟你講他的地方 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即便中央機構 也有在地方的一些單位 那不是地方政府 是中央附屬的一些機構 不會全部都在衛服部裡面嘛 那事實上這整個體系 都誰管的 中央管的啊 所以他用所謂的地方兩個字 他顯然就是想要去卸責嘛 那你今天 你如果就是告訴我 直接跟大家講說 我跟大家今天公佈721 但是大家請也不要太過緊張 因為按照我們過去 我們過去的這個所謂的篩檢 你就大方說 我們篩檢的能量不夠 對不對 我們PCR趕不及 所以呢很多其實是之前的 你不要去弄個什麼 校正回歸這個名詞 想要去呼嚨 那第二個 你也不要等到事情炸鍋以後 馬上又是老招數出現 就開始甩鍋地方了 真的最近你會發現 因為疫情的破口進來之後 你看到民進黨政府已經 放棄當英雄了啦 但是呢 他知道沒有辦法繼續當英雄 沒辦法堅持 對他就開始去找狗熊 就挑一隻一隻狗熊出來人家打 那兩大狗熊一個柯文哲一個侯友宜 但現在重點還是侯友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在用柯文哲跟侯友宜來做 兩個比一比來 是把侯友宜先打成狗熊再說 可是我們就要講 你過去 基本上我自己 我們跟施鋼 我們都是市議員 我們在台北市議會 每次質詢柯文哲防疫的問題 我看他就是滿頭苦水 為什麼呢 他幾乎很多事情 通通不能講 都不能講 通通都在中央 他講什麼不能講啊 那稍微不小心講漏嘴 就藍牙棒齊飛又打過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時候地方想做事都不能做啊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柯文哲今天如果洩漏了什麼東西 馬上要辦囉 就開始又是網軍又是什麼法辦 我們同事徐曉欣不是公布了 那個確診者的足跡 紐西蘭機師 對紐西蘭機師 不行不行 不得了要法辦他 我們那個剛離開電台 我是建議他去當CDC的發言人 那位周玉寇女士 他三天兩頭 他數字對嘛 沒有問題 廢話 陳時中直接給他會不對嗎 他說這樣沒有問題啊 對 數字對就沒問題 這當初對付徐曉欣就是這一個 但網路上就講啊 基本上如果徐曉欣公布為假 那叫假消息 要法辦 公布為真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要法辦 所以不管你公布真跟假都要法辦 那一樣沒有關係啊 你周玉寇怎麼不辦呢 對不對 不管真假都要法辦 你就可以看到 在過去這一年半的時間 說真的 說真的 地方政府就是坐在旁邊 納糧 怎麼跟納糧法 因為他什麼事都不能做 什麼事都不敢做 因為我們有一個時鐘大神在上面 哇那個金鐘罩鐵布山 碰不得啊 上面長滿刺的金鐘罩 你不能夠溺死 對對對 你稍微溺他一下 你戳一下以外 你就全身都是髒 那是他是英雄 可是現在開始 就開始甩鍋 很多東西 通通就往地方丟 那我請問 甩鍋就可以把病毒甩出去 我也贊成你甩鍋了 因為性命最重要了 可是可以嗎 甩鍋可以把病毒甩出台灣嗎 當然這個病毒 現在看起來我們大家非常擔心 沒有辦法甩出去之外 上面上看起來疫情好像 數字有降了 有穩定了 但是其實不穩定的因素持續還在 我們接著要來視訊 是我們的前國監署長 邱淑提署長 署長你好晚安 是雅婷晚安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署長我們剛剛聊到這個 就是所謂的校正回歸這個數字 我們要看到其實再回到之前 先前台灣面臨到薩子問題 曾經就是因為有個三菱紀錄 很執著防疫其實必須要誠實 那現在這樣的調整的標準 對大家來說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相信哪一個數據 對其實外媒在問我的時候 我就提到 第一個我們在國門是 動開了病毒進來 但是第二個大家知道正常的情況 我們是有一套真防系統的 detection system 為什麼這個病毒從桃園攻到了雙北 是我們全台灣醫療資源 非常發達的地方 而萬華各位可以看到 很顯然這邊已經燒了一段時間了 卻沒有被發現 就是剛剛雅婷講到的 就是同樣的狀況 就是我們去年太好了 所以指揮中心 剛剛大家也提到 昭化現衛生局所遭遇的問題 所以指揮中心不讓大家隨便驗 它要有旅遊史 或者是接觸史職業史 然後什麼在群聚裡面 然後你還有症狀 你才可以驗 所以大家就被綁死了 那時候三菱的時候也是這樣 沒有旅遊史 結果已經肺炎 我們診斷出來報上去 還被中央把它踢掉 說這個不算 你們報這個幹嘛 所以我們台灣這一次 就是不但這個國門被開了 而且整個增防系統 做檢驗的系統是被綁住了 好了被綁住以後 那麼現在已經有病例了 那這一段期間 是不是大家就醒過來了 快速的在做檢測呢 並不是 所以剛剛各位討論的是 所謂校正回歸 這個部分 我把它稱為說是確診慢 確診篩車 各位 可是確診的前面一個關卡是什麼 叫做檢驗篩車 偵測的篩車 我們的檢驗沒有動起來 很抱歉 沒有動起來 所以呢各位就看到 我們全台灣的這個檢驗陽性率 表面上稍微下去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縣市 有一些民眾呢 他跑去檢驗了 而這些人 他並不是最原始的熱點 所以他那個陽性率會稍微低一點 他就把它沖下來 但是這是好事 因為我早也就講了 我說台北市不是只有萬華 而全台灣不是只有雙北 我上個禮拜天 我記得司幹也在這裡 我就說這個禮拜 絕大多數的縣市都會燒了 我那時候也說假警局 三級是假的 你餐廳沒有關 我還說會沖上500 對不對 好了可是為什麼沒沖上500 你看他把他這個交通回歸以後 好像還是沒有500 為什麼 是因為他根本沒有那個量 我給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高點 這是新加坡 新加坡呢 他在前幾天 他的張宜機場發生了群聚 張宜機場不是全新加坡 好幾個地方燒 一個地方群聚 他就宣布封城 宣布封城以後 各位這個是他每千人檢驗數量 咻就衝上去了 衝上去以後 他要驗3700多個人 才驗出一個陽性 我們台灣現在啊 100個人就驗出3、4個 我們30個人就驗出一個陽性 你30個人驗出一個陽性 明天還是30個驗出一個陽性 甚至20個陽性 是什麼意思 外面到處很多地方都有病毒 所以我也在節目中一直講 你的檢驗這麼慢 你放那麼多感染者 我也說母親節之後已經全台擴散了 就到現在沒有追上母親節感染的速度 所以你越驗就怎麼樣 越多 因為你沒有把它擠著 為什麼新加坡要用衝的衝上去 你一知道有問題 馬上大軍出動 去把所有的這個病毒抓出來 讓它不會再傳下去 結果台灣沒有 老牛拖車 所以你沒有驗出來的 然後又沒有 本來沒停課 後來有停課 可是有沒有停班 沒有 所以你們現在就看到 企業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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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爆 找不到來源 所以沒有驗出來 病毒在外面 羅拉蛇 我們就養病毒 所以越養越多 越篩檢越多 我們的篩檢 真的是太慢了 所以兩個地方卡卡卡卡 這個確診卡卡卡卡以外 前面就是那個檢驗卡住 那我也提過 美國它是發了 甚至於你可以在家自行採檢 為什麼 像我們現在應該宅在家 那你要跑去 那個採檢站排隊 那也不是增加感染風險 所以是在家採檢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拿到 每個人都可以驗 這是非常重要 台灣很 我覺得政府現在已經難指代舵的責任 而且為什麼雙北燒的時候 中央沒有發動 我有一些人也講 但是我們在這個節目 十幾天前就講 國家採檢隊 沒有發動全國的資源 去支援雙北 然後已經燒到全台灣的很多 縣市裡根本還沒有開始在塞 那這個就是繼續 等到它冒上來的時候 你社區又有1% 或者是2% 真的是都來不及 所以我們要不要討論 5月28號會不會解除警戒呢 各位想想看 我們上級警戒做假的啊 你還在期待解除什麼呀